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步走向汤姆克鲁斯 两人开心握手寒暄 还因为泽伦斯基这句话引发红堂大笑 汤姆克鲁斯来到乌克兰进行新电影刊警 泽伦斯基过去是喜剧演员 当选总统后也力推减税措施 想要吸引外国电影来取景 这回阿汤哥来到乌克兰 他还亲自接见态度相当积极 因为外传阿汤哥正在筹备 不可能的任务新续集 如果乌克兰能成为取景地点 国际曝光度肯定大大提高 阿汤哥去年带着第六集回归 出生入子的动作戏 让人赞叹他的身手 今年初也确定接拍第七集第八集 让人期待今年57岁的阿汤哥 还会挑战什么不可能的任务 而他这趟来到乌克兰 还走在桥上欣赏街头表演 完全没有巨星的架子 街头艺人更送上惊喜 表演者一看到阿汤哥 立刻演奏他的招牌主题曲 让他听了笑开怀 表情非常满意 还跟表演者握手致谢 而面对影迷要求拍照 他也大方同意 你开心吗 我非常感兴趣 阿汤哥沿途亲切挥手 影迷也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着难得的一刻 把握机会和巨星合照 从总统到市井小明 都感受到这位不老男生的举行魅力 记者最后报道